国内COVID-19疫情持续升温 根据机关书统计 本周新增623例的本土病发症 较前一周的329例呈现翻倍成长 而38例的累计死亡个案中 65岁以上长者占了9成 估计8到9月疫情流行期将达到高峰 我们整个综合评估 健保的一个集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 还有口服抗病毒药物的一个使用人次 还有COVID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个案数 跟COVID并发症的一个死亡数的一个个案 那目前国内的一个COVID的一个疫情 那处于流行期 此外根据监控资料显示 近四周新冠病毒的本土及境外减出的变异株占比 分别为60%及54% 传播力也变得更强 因此接种XBB疫苗是目前能减少感染后重症 或死亡风险最有效的方法 之前的这个疫苗 就是XBB以前的疫苗 或者是之前曾经有感染过的 那目前在对于这个目前在流行的 这个主流的这个变异株的话 的确这个保护力是可能不足够的 所以还是会有出现这类的像是高烧 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 机关署再次提醒 由于国内疫情持续上升 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或咳嗽 流鼻涕喉咙痛等疑似症状 先使用新冠驾用快筛试剂 并在就医时告知快筛结果 方便医生诊断及治疗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